畫面中可以看到二十七號早上十點多 遠景巡邏到基隆南榮路時 發現這台白色轎車不但違規 而且行為可疑 因此上前攔查 沒想到駕駛見到警方直接加速逃逸 遠景一路鳴敵緊追在後 沒想到這名駕駛沿路撞擊民眾車輛逃逸之外 甚至開到繫紙大同路時 因為路口紅燈線在車陣當中 駕駛竟然直接倒車撞擊遠景的警車 警方見狀立刻下車朝車輪開了四槍 來看一下當時情況 好可以看到男子不斷向遠景求饒 不要打他 而他之所以會逃跑 全是因為自己和副駕駛座的乘客 都是毒品人口 而且害怕自己的通緝身份會曝光 而警方隨後已在他車上 搜出K他命的殘渣和K煙以及吸管 情報訊後將男人帶回 並依毒品 防衛公務以及公共危險罪嫌 移送偵辦 我一回看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